10月22日 网上曝光一段 刘依菲当年世纪小龙女的视频 画面中 刘依菲身穿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 长发中分 满眼的胶原蛋白 其实十分清新脱俗 当时的刘依菲虽然只有16岁 但言谈菲水大方得体 表情自然又不失俏皮 被问到世纪小龙女的感想时 刘依菲称 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有兴趣 是我最有兴趣的一个角色 今天我老先生每一次见到 她每一次都一定强烈 就是说希望龙女小龙女 所以觉得设案之后感觉还是非常好 就是可能我演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喜欢龙女 另外刘依菲提到 全是小龙女的难演之处 在于角色的个性太内敛 表情总是一副冷冰冰的 但是她的内心变化太有层次 最后被问到 是否已经确定出演小龙女 更是谦虚地表示 结果不重要 能收到金庸老师的肯定 是她最大的荣幸 视频一曝光 网友们都纷纷冲散到 落落大方 肯自然不做作 16岁就这么有气质了 为仙女姐姐打call 网络老新闻 我们神仙姐姐 真是从小先到大呀 报道